嗨,大家好,我是爱做美食的余姐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红烧茄子的做法 很多人在红烧茄子时先加一点盐 第一步就做错了,难怪不好吃 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我的做法 鲜香入味,比红烧肉还好吃 下面请跟我一起来操作吧 第一步呢,我们泡一点黑木鱼 等一会泡花了以后呢,给它洗干净备用 现在呢,来调一个料汁 首先加一勺的糖色 再加一勺的生抽 再来半勺的蚝油 再来一点点的老抽上色 最后呢,再加一点点的黑胡椒粉 给它搅拌均匀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准备少量的清水 加少量的玉米淀粉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也给它放在一边备用 下面把这一个西红柿放在开水里 给它烫大约30秒左右 烫完了以后,给它过一下凉 去掉外皮 然后把我们的黑木耳和所有的配菜 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 首先把西红柿给它一分为二 去地以后,给它切成滚刀块 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把我们的葱姜蒜子 全部都切好以后 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呢,把我们洗干净的大茄子 给它放在菜板上 给它按理喜欢的方式 给它切成大块 茄子块呢,尽量切大一点 切太小了呢,红烧以后就软了不成形了 切好以后,给它放在盆子里面 然后再加一点点玉米淀粉 给它摇拌均匀就可以了 下面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我的做法 茄子块切好以后 一不加水,二不加盐 光加一点点的玉米淀粉 给它摇拌均匀就可以下锅炸了 像这样烧出来的茄子 外面焦香有形 里面鲜嫩入味 起锅烧油 油温大约烧五成热时 开始下锅炸 这个油温呢,千万不要高了 油温高了,下锅它就会浮掉 因为我们这个茄子呢,没有放盐 它不会出水 所以呢,在高油温下 它很快就会浮掉 用中火慢炸 很快这个表面就会炸定型 炸至表面微防定型后 给它出锅备用 现在重新起锅 锅里留底油 油热以后,加葱姜蒜汁爆锅 爆香以后 把我们切好的西红柿倒进锅里 随便给它翻炒翻炒 西红柿翻炒个片刻 把我们洗好的黑木耳也给它倒进锅里 随便给它翻炒一下 然后把我们调好的料汁 给它倒进锅里 随后呢,把我们炸好的茄子 也给它倒进锅里进行翻炒 茄子下锅以后呢 开大火进行收汁 等汤汁变粘稠时 茄子已经入味 这个时候呢,把我们调好的水淀粉 给它加上 再次进行翻炒 里面的盐和其他味道呢 都不用加的 因为我们调好的料汁里面呢 含有很多的盐 味道呢,也非常的鲜美 随便给它翻炒翻炒 再加一点点的鸡精 再次给它翻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装盆啦 像我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茄子呢 外观有形 颜色丰富 吃在嘴里呢,鲜嫩入味 天天吃也吃不够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鱼姐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